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次的大陆新闻解读节目 据大陆媒体报道 参与调查汶川豆腐渣校舍 和其他维权事件的四川作家谈作人 被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8月12号在成都开庭审理 有包括遇难学生家长在内的数百民众 前往声援谈作人 但都被拒之门外 作为证人之一的著名艺术家艾未未 也被当地警方堵在宾馆内无法前往作证 并遭到警察的殴打 前来采访的香港媒体 更是被警方以查毒品为名 把记者拖在宾馆内直到开庭结束 庭内庭外中共是如临大敌 使得这次审理成为四川法院 有史以来最戒备森严的一天 我们来看看什么是颠覆国家政权罪 这个听起来十恶不赦 蒙蔽了许多中国老百姓的罪名 其实是中共惩治那些敢说真话中国人的一个恶法 其前身就是反革命罪 中共为夺取政权和保住政权几十年不断的折腾 他们自己称之为革命 但如果谁要起来反对他们胡折腾 便被视为反革命 到了九十年代 中共觉得叫反革命罪有点太土了 于是便与时俱进出笼了一个在逻辑上都讲不通的颠覆国家政权罪 说它逻辑不通 是因为国家和政权完全是两个概念 国家永远不可能被自己的民众所颠覆 而政权就是拿来颠覆的 如美国加拿大等文明社会 政府每四年就被合法的颠覆一次 但国家却永远是那个国家 中共把国家和政权 国家和政党视为一体 是故意混淆概念 把党等同于国 这也是今天许多中国人搞不明白的地方 错误的把批评中共视为反华 把爱党等同于爱国 而大部分的爱国愤青 就是党国不分的糊涂虫而已 中共把老百姓弄糊涂了 可它自己却十分清楚 包括谈作人在内的许多 被冠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所谓异议人士 其实都只是反对中共的胡作非为 却对百姓和国家是有好处的 这些话甚至中共自己都说过 下面这段话取自中共拍的革命影片鲁迅 可以看到中共是如何揣着明白装糊涂 这是中国的病根子 国民政府是世界上最讲究自尊和爱面子的政府 从来只能说它好不能说它坏 你说的坏是为它好 是为促其进步 送他一句真心的劝告 他需要回赠你一颗带毒的子弹 被网友称为五毛线里的影片建国大业 由于有几十位早已加入外国级的华人明星出演 最近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这部由中影集团投资的主旋律影片 是以抗战结束到中共建政前夕为背景 描述了所谓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这个花瓶的产生过程 以达到美化今天的专制制度的目的 中共也知道这种洗脑影片 没人愿意花钱去看 所以就纠结了许多的明星来撑场面 可最近爆料说 其中有许多明星都是外国国籍 因此而引发了很多的争议 这些参演的外国明星 由美国的陈凯歌 陈红 乌军梅 法国的江文 日本的许晴 香港的胡军等等 许多网友不高兴的是 中国的观众捧红了你们 到头来怎么成了外国籍了呢 其实在这一点上 倒不必责怪这些艺人 就像本人和我们 许多在海外的观众朋友一样 有能力和有条件 选择一个正常和自由的国度生活 应该不是过错 假如现在中国人可以任意的出国定居 真正想留下来的恐怕为数不多 但让人不爽的是呢 这些加入外国籍的艺人 却听从党的召唤 回来歌颂主旋律 为这个他们自己争先恐后躲逼的制度 涂脂抹粉 着实显得有些虚伪 这也是为什么网友 把这部影片定性为五毛献李 非常讽刺的是呢 这么多演员都跑了 说明建国以后 很多的大业还没有完成 否则就会有很多的老外 跑到中国来加入中国籍 还可以让他们在影片中 饰演当时的反面角色 那让中国人看来 岂不是更扬眉吐气 再说这部电影的名称 跟我刚才说的一样 中共把影片叫做建国大业 又是偷换了国家和政权的概念 充其量只能叫建政大业 如果一定与国家二字挂钩 那应该叫做窃国大业 则更为贴窃 据大陆媒体报道 由于千年古城郑定县 将并入河北省的省会石家庄市 一些人觉得这个石家庄名字太土气 所以建议改名为郑定 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先这个名字太土的呢 其实早有其人 河北省的政协委员陈某 早就建议石家庄要改名 理由是河北省会是全省 6900万人的形象 他需要一个更响亮 更富有韵味的名字 他还给了三个名字 可供选择 他们是西柏坡市 济都市或北宁市 可是西柏坡与石家庄 有相当的距离 两者又毫无关系 再说庄改成了坡 岂不是更土了 其实他无非是想沾点中共历史上的血腥气而已 最可笑的是嫉妒 且不说与嫉妒或基督谐音容易引起百姓或官方的联想 如果是省会就可以改名为都的话 那么拉萨就可以改为藏都 乌鲁木齐也可以改为新都 你不是给党添乱吗 至于北宁市 虽然南有南宁西有西宁 可是地处北京以南的石家庄 无论如何是够不上北宁的 但是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 这些花着老百姓的血汗钱的中共官员 不好好在改善民生上做点正经事 却是如此的不务正业 真可谓是师位素餐 如果石家庄确实需要一个更响亮 更富有韵味的名字 我倒建议不如叫三鹿市 既想当当 还对子孙后代有警示作用 好 观众朋友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我们再见